同比和环比的区别 孟斯我们做统计的时候总是会提到同比和环比这两个词语 那么同比和环比它们的区别究竟在哪呢 同比就是与不同年份的同一时期做比较 而环比则是与前一个相邻的时期做比较 同比和环比这两者所反映的虽然都是变化速度 但由于采用机器的不同 其反映的内涵是完全不同的 一般来说环比可以与环比相比较 却不能拿同比与环比相比较 而对于同一个地方考虑时间纵向上发展趋势的反应 则往往要把同比与环比放在一起进行对照 同比 环比与定期比都可以用百分数或倍数表示